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居然是差不多把那些出了名的 得了奖的 对中国文化有投射影响力的所有的作品全部都看了一遍 而且每一篇都在那做心得 我是对郭松明下的这种苦功夫 这个非常佩服 这就像我佩服胡锡进一天晚上好几篇评论 一会是他自己的署名 一会是社会论 一会是他自己微博 他还领导着那么大一个报社 这个报社的广告效应 800年前就早把南方戏给灭了 所以胡锡进真叫了不起 但是郭松明 郭松明更了不起 郭松明是他自己号称独立学者 我一看郭松明自称独立学者 我也自己呢去改了一个独立学者 郭松明独立学者是指思想之独立 我这个独立学者呢 是指没什么单位 学术单位看不上我 不要我 我前不久刚刚加入到我们接到中心理论组 好不容易进去的 我告诉你 我都被我们中心理论组的老太太给搞了潜规则 我送了二斤大葱 我才进去的 所以我这个独立学者和郭松明的独立学者 水平境界 那是完全不一样 郭松明出书了 郭松明刚刚出了一本新书 标题南城北战 郭松明影视评论自选集 你看看 他的文章超级多 你看不过来呀 所以他自选了 一挑着影视评论的 二自己选一些比较好的 送了我一本 我拿来看来看 好 人呢 必须知道自己的短处 人呢 必须看到别人的长处 有些人呢 是有这种毛病 就是觉得自己熟悉的人 就看不到别人的优点 所以过去说 叫仆人 眼里无伪人 仆人眼里无伪人 就是你本来就为他服务的 你觉得他日常 跟我们一样吗 吃喝拉撒睡 打喷嚏 磨牙 跟我们什么区别 没区别 所以你就不以为 他是一个大人物 他事实上 这个人呢 他虽然在某一方面 极富长处 郭松明是平常人 他不是平常人呀 胡锡进平常人 胡锡进也不是平常人呢 平常人谁能给他造出 那么惊天动地的谣言来 还记得前不久的谣言 今年的 胡锡进一个报社的 一个单位的 一个办公室的 一个女的 副职 给他造药说 他和办公室两个女的 两个人之间 这样这样这样 然后呢 两个私生子 这样这样 加拿大还有一个大儿子 亏了 中纪委 驻人民日报 纪检组 调查来调查去 发现没这回事了 你在北京的这种的所有制度里边 这种体制里面工作过 你就知道了 好 办公室 俩女的 俩大儿子 老胡他有没有想法 这咱们没测过 不知道 但老胡弄在办公室干这事 一听造谣的人就不靠谱 后来我到现在都不知道 这女的到哪去了 您就到下楼 你告诉我 造这么大的谣 漫画式的造谣 造谣比较可怕的呢 你不能从头到尾都是谣言 可怕的不是谣言 而是被稍加修正的事实 如果这个女的造谣 她要是比较靠谱 有些细节 我跟你说 老胡就不容易抖得干净了 但是因为这个造谣呢 过于慢话题 因此老胡被这个中纪委 驻人民日报纪检组 然后呢 就一公布老胡不但是洗净了 而且老胡还思想很端正 作风很正派 没什么问题 好多人盼着老胡退休 我告诉你 我最新得到的情况是 老胡暂时不退休 老胡在这个位置上 旗帜鲜明 立场坚定 而且身段灵活 表现得相当优越 很受有关方面的赏识 老胡和郭松明呢 我曾经就他们俩之间的事 我写过一篇东西 我做过一期文章 我说我不赞成郭松明 没完没了的对胡锡进 但是我最近呢 我想法有点变化 我觉得郭松明呢 你完全可以把更多的时间精力 用到你一些影视评论发明 因为郭松明的影视评论 的确写得漂亮 那不是一般的漂亮 所以他自选集 拿过来我读了读 我的体会是 再熟悉的人 你也需要学习 别人的长出恐怖子 说三人之情必有我失 没说过三人认识不认识 你熟的人你认识 陌生人你就是 三人之情必有我失 你熟悉的人里边也是有事 郭松明这影视评论方面 绝对大家 不服你随便找出个人来 我就是跟郭松明 有比肩能力的 是解放军报文艺部主任 著名的唯一评论家 陈歇逸先生 那跟他们两个 比肩接近的 现在谁是第三名 你把名字报来 然后专门委员会审查一下 开玩笑了 郭松明这个影视评论记 这本书呢 非常非常值得一读 这个评论记里面 讲的都是片子 他用南征北战做题 南征北战是毛主席军事思想的 艺术体现 而文集当中的其他作品 和这个东西一脉相承 所以四个字南征北战 不错 你读了之后 你会发现 对绝大多事来说 电影是生活的一部分 但对郭松明来说 电影呢 就是他的人生 电影承载着 郭松明的人生观 价值观 世界观 郭松明 他是这个文化人里边的 我不知道还有谁 有他的经历 他是我中国人民解放军 战斗机飞行员 所以他身上有一种 有一种 有一个这个镜头 身体素质超好 没挑上 当年挑 挑上了以后 这个杨立伟可能就换成他了 我跟他说这事 他老是不愿意多谈 他说我已经后来就淘汰了 已经变成那个老百姓了 你别到老说战斗机飞行员的事 但是必须是过往啊 每个人都是从他的历史走过来的 郭松明 是这个文化人 这个圈子里边的 非常非常独特的一个人 影视评论 他居然那么全身投入 达到忘我的境界 我也看电影 我抽空看 有空看 大家议论起来 我有的时候为了了解这个 社情民意 我去看一看 并非完全是喜欢看电影 但是郭松明同志 对电影的热爱 堪称一种艺术粉丝之爱 他对电影艺术的坚持 我看有一个徐亮 给他写了一篇文章 说堪称艺术家一般的坚持 不看新出的电影 不看过郭松明的影评 等于说这个电影没看 这是他的粉丝 对他的吹捧 我觉得倒也是 郭松明对电影的评论 常常引领舆论潮流 因此有些导演 对郭松明佩服的无体投地 但是也有的导演 说到郭松明 他就恨不能 在那儿就开始胡骂 今天晚上当夜失眠 完全可以理解 因为我们这个文艺评论界 是比较庸俗 基本上吹吹拍拍 哪有什么真实的文艺评论 文艺评论太少见了 郭松明是不论远近 他秉实而论 看过郭松明评论 在进去看电影 这也属于剧透 现在入幕三分 现在电影评论这个舞台上 不仅仅什么电影的战术 或者电影的智慧 电影 现在其实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领域 就是意识形态 意识形态 那当然是什么 是政治 比如说这本刚出的 南征北战 这本书里面 很像是对一种既往的思想的 一种系统的阐述 虽然是自选 胜似全集 按照这种规模下去 必然发展成一种电影的哲学 郭松明电影哲学 因为这里边构成一种多见本的 叫做革命的世界观 或革命的人生观的丛书 这个很多老朋友对郭松明的电影评论当中 表现出来价值观人生观 给大家的启迪 可能比第一首评论更重要 总而言之 这本书我提醒大家去看一看 我是不用买了 郭松明送给我了 很多人送我书 我不瞒各位书 有的书我读不进去 我读着难受 胃同嚼辣 有的人书太操 操在什么地方 操在包网上东西脸不脸 然后拿再给别人读 网上别人当时热点事件的时候 置身期间人都难得读下去 现在回过头来 再来看这些死掉了的文字 有什么意思 还有 有的人都不好意思说 那么大头衔 博尔生导师 一大堆头衔排前面 你一看你以为他是孔子的 比孟子头衔都多 比荀子老子头衔都多 但是他那个东西是学生传的 是学生传的 然后呢 他自己都懒得 就重新看一遍 都懒 这种东西一套一套给人送 我认识个法学界的泰斗级的人物 他自己被称之为法学界 什么著作等身 我告诉你 我一样都看不下去 但是郭松明的书不一样 这本书虽然不厚 但是我应该基本上都看了一遍 关于西方电影的 美国电影的那几篇文章 我没读 因为我没看过那个电影 我没有亲切感 但是关于老电影的 这些东西都看了 今天我跟各位介绍一下 郭松明这个评论集当中 四选集当中 关于这个杨枣和寒春的故事 杨枣寒春 你脑子形成什么概念 这是两个人民 两个美国人 一个男的 一个女的 热恋的一对年轻人 两口子 现身中国革命 这两个人 他们像热恋那样爱上了中国革命 现身中国革命的两个外国人 在相当长时间里不时髦了吧 对吧 像马海德一样不时髦了 什么人是毛 是陈纳德时髦 为什么陈纳德时髦 因为陈纳德和一个中国姑娘两个人 怎么着怎么着 后来帮着老江打内战 所以国粉们就把陈纳德这样的人 就说成了那铁汉 硬汉 铁血柔情 然后怎么着就怎么着 演绎出无限的故事来 郭松民他写的是杨枣和寒春 杨枣寒春呢 郭松民有个比喻 说杨枣和寒春是高山 相比于高山 有些所谓时髦的 例如陈纳德这样的人 不过是高山脚下的一杯黄土 北京电视台的 当然栏目指责了专题片 杨枣与寒春的故事 这个专题片介绍杨枣和寒春的生平 这个节目呢 郭松民看了 然后呢 这也算是一种影评吧 这种即时性的片子的评论 主持人是杨和平教授 杨和平呢 就是杨枣和寒春 这对美国夫妻 他们的孩子 杨和平我也认识 好多会议都碰上 杨和平 你刚看 刚一看 哎呦 老外 地道老外 金啪比眼 硬钩鼻子 地道老外 但是你一边说话 北京大爷 胡同大爷 胡同串子 说话跟我们一样 我又不是出生在北京 他呢 在北京的时间比我长 人家比我地道 那胡同里 那炒干吃的 那那个 那个炉炉炉吃的 那北京的习俗 跟着北京老百姓一模一样 杨和平教授呢 他现在在大学里教书 他是杨枣和寒春的长子 跟郭聪明关系很熟 郭聪明的词叫做一事一友 郭聪明说 金光我 我对这两位把毕生经历 献给中国人民革命事业的 美国的老人的故事 已经非常熟悉 但是呢 看这个片子 还是 禁不住 留下了热泪 这是一个精彩的感人的 有着两位特殊主角的中国故事 是革命和爱情的故事 这部专题片出现 本身就是对历史虚无主义的 一丝有利的反击 其中专题片 他最早介绍 他开始就介绍了 联合国善后的救济总署的工作人员 杨枣 从杨枣开始 杨枣呢 是联合国救济署的工作人员 他到陕甘宁边区 到了陕甘宁边区之后呢 这个年轻的美国人 他非常单纯 那个时候呢 他突然间就有个发现 说原来延安有这样的生活 他把陕甘宁边区的生活 和这个国统区 蒋介石统治之下 你想他是个洋人 又是联合国的官员 那人家招待他的招当 这什么样啊 如论如何 小心伺候 纸醉金米 前方吃紧 后方紧吃 抗战的时候 全国是这个样子 但是腐败到这种程度 蒋介石及其他的那些官员们 怎么也没有想到 他们用竭尽讨好 霸解的方式 对这个联合国救济署 联合国的官员 这么讨好的时候 在那个年轻的美国人 杨枣的身上 留下的却是一个不好的印象 反过来贫寒的 而又生气的 一个全新的世界 陕甘宁 这个年轻的美国人 联合国的官员留下了 一个永远磨灭不去的印象 在他对延安的印象当中 今天的民国粉 对民国的所有的美化 都显得荒唐 因为他亲眼所见 他感受到了两种 完全不同的文化 他说 这是我想往的世界 这个专题片 其实披露了一个细节 这个细节 今天看起来 是非常有趣的 各位有趣的 大家都知道 胡宗南 胡宗南抗战期间 陈兵多少万 就围着延安 待机而动 后来呢 胡宗南果然占领了 占领了延安 他研读毛泽东的这个学说 后来知道为人民服务 啊 为人民服务啊 我胡宗南也会 胡宗南理解的 为人民服务是什么东西 就是和共产党争民心啊 得民心者得天下 我胡宗南要得延安的民心 我还就不信了 你毛泽东能给他爸爸多少东西 所以胡宗南理解的 为人民服务 不过是 胡宗南 延安老百姓叫他胡儿子 向老百姓发两尺布 两生米 那当然了 延安那时候啊 王阵三五九里开荒 老百姓吃不上饭 吃黑豆啊 那时候那么小 吃黑豆啊 没东西吃啊 没有新鲜蔬菜 那发两尺 那是羊布啊 两生米 黄灿灿的米啊 白花花的米啊 按照这个胡宗南 他们的估计 那人民群众 应该被争取过来 小人欲欲力啊 老百姓嘛 但是哪想到 他们根本就没有办法 得到延安老百姓的心 这胡宗南 后来有没有想明白 不知道 国民党当中 你说像胡宗南这样的 最有头脑的精英 对政治的理解 竟然如此肤浅 老蒋 败北 老蒋被逐到海岛上去 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郭松明说 一切自信 道路自信 制度自信 理论自信 什么文化自信 都建立在历史自信的基础上 郭松明说 杨枣与寒春的故事 生动的刻画了 当年新旧世界交替的时候 中国人民和来自世界各地的 就有先进思想的人 为探索实践 人类进步和发展 所经历的心路历程 当年呀 当年的革命 这怎么革起来的 共产党号召起来的 是人民想革命 共产党的 站在时代朝头 引领人民革命 当年的革命是人民 共同的决定 这就叫历史的必然 所以这样的一部纪录片 让我们感到历史自信 更加坚定 历史自信更加坚定 这是18大之后 19大报告 维也座谈会上 反复倡导的东西 杨枣和韩春 他在解放战争时期来到了延安 那是什么年代啊 两个美国人 青年男女都长得那么帅 都长得那么美 帅呆了 酷毙了 正是青春逼人的年龄 巧合的是 如果从1921年的中国共产党成立算起 中国革命在延安那个时候 解放战争时期 刚开始 也是中国共产党 中国革命 也是青春逼人 不但是青春逼人 而且是凯歌行进 充满了号召力 国同取得 那么多青年奔赴延安 一场轰轰烈烈的 全身心的爱情 从此展开 所以你看片子里面 这种爱情 不但是这个杨枣和韩春这对男女之间 而且也发生在杨枣韩春与中国革命之间 郭松明说 我甚至可以说 正因为他们对中国革命的共同的爱 成就了他们自己的爱情 他们的爱情开花结果 落地深根 郭松明讲了一个细节 他2004年的时候呢 和威威 著名作家 谁是最可爱的人 这个作家威威老人家 在2004年 那是早春吧 他陪威威到北京郊区 叫沙河小王庄 到那去看韩春 韩春已经是外国老太太了 他说他是第一次见到杨木已久的韩春 韩春老人呢 他说他朴素 让我感到惊讶 他穿着一件褪色的旧大衣 然后呢 二话不说 带着我们去看他心爱的奶牛 当时农场的工人 喊他你知道怎么喊吧 没有专家 没有教授 就直接喊老韩 直接老韩 你很显然 他和工人的关系 他们之间是熟悉的亲密的 郭松明说 如果不是因为他金发比尔 如果不是因为身材高大 看上去和中国女人的骨骼明显不一样 而且他他就是和中国老太太没什么区别 没有任何区别 那个时候 郑巧赶上杨枣老人刚刚去世不久 所以呢 我以为老人家有点伤感 就谈其往事啊 不胜唏嘘 他们过去就认识 所以我以为专门为韩春老人写了一个条符 向中国人民的朋友 白求恩式的共产主义战士 杨枣 韩春同志之境 在韩春老人 他那个房间里沟松明描述 你知道吗 他说那个 他那个房间啊 简直太寒酸了 太寒酸了 寒陈 哎呀 真寒酸 他写字台 最大的写字台 这边是一螺子砖 这边是一螺子砖 上面一个木板 这就是 韩春啊 一会儿我再介绍韩春什么人呢 这就是他的写字台 两多子砖 加一个木板 搭起来的 著名作家魏巍 大家知道他写最可爱的人呢 最可恨的是最可爱的人 有人把他从我们的教材当中拿出去了 为什么呀 怕得罪美国人 为什么呀 公知倾向 为什么呀 人家在跟我们争夺青少年的心呢 这一早时间 我们可以单说 魏巍后来写了红军 长地球上的红瓢带 魏巍后来在他晚年的时候 坚决反对资产级自由化 点名道姓的和 搞资产级自由化 那些人做针锋相对的斗争 半杂志 就魏巍是非常有骨气的 魏巍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魏巍也是最可爱的人 当然有的人说他是最可恨的人 有人说他是最讨厌的人 有人在他晚年的时候戳他的脊梁骨 甚至他最后在医院生病的时候 都有一些人呢 说一些难听的话 这是另外一个故事 有机会我们讲讲魏巍 当时魏巍老人家呢 就问起 就 韩纯说杨枣的事 这个后事怎么处理呀 这个办公室在片子里面 反复出现 当时你知道韩纯怎么答的吗 韩纯说杨枣的意思是 树葬 就是买棵树 把它的骨灰埋在树的下边 那树埋哪呢 杨枣说呀 他呢 希望能够把它埋到 能够看到奶牛的地方 很多人大概一听到这儿 说既没有热搜 也没有美女 也没有这个功夫 也没有财富 这叫什么意思 什么奶牛讲奶牛 各位呀 杨枣寒春这对夫妇 从美国来的青年 他们作为养牛专家 他为新中国的儿童喝上牛奶呀 做出了重大贡献 这事关系到你我 像我这个岁数都得 据说缺盖 每天都得喝牛奶 不爱喝也得喝 为了让中国的少年儿童 喝上牛奶 喝上新鲜的牛奶 这是他们表达对中国革命 中国革命胜利 对毛泽东的一种敬意的一种方式 中国的乳品消费研究员 奶牛研究专家叫梁子哲 他曾经这个评价过杨枣寒春的贡献 说他们这一对美国老人 就直接推动了中国奶牛 乃至乳业的发展 是他们帮助我们改善奶牛的品种 把中国奶牛的年产量 从一两吨提到了七吨八吨 这不是奶牛业的袁隆平吗 就不说他年轻现身革命 不说他外国人 不说他作风 不说他什么都不说 就说对中国中国的这个奶牛 产奶量的贡献 那不就是奶牛业的袁隆平吗 我们对于袁隆平 吃那么高的评价 寒春 杨枣 这对 这对老人 我们必须向他们置以最高的警义 郭聪明和一说 那天从玻璃窗设起来的 早春的阳光 照在威威老人和韩春老人的身上 他们显得温暖而慈祥 浑身散发着一种神圣的光芒 那天韩春老人 讲了他跟杨枣啊 他自己和中国革命的故事 韩春有个哥哥叫韩丁 这事一说 很多人会想起来吧 他哥哥叫韩丁 韩丁是个什么人 著名记者 清新中国革命 有人一说美国记者 就以为只有艾德加斯诺 韩丁 著名记者 清新中国革命 曾经根据山西张庄的土改实践 创作了长篇纪实文学翻身 今天 这部长篇小说依然是回击 妖魔化土改的游历材料 你把正面描写土改的翻身 和武汉那个著名作家 软埋的作者 放到一块对比 你就知道 谁是正面 谁是反面 谁是什么角色 所有的面具 全部都撕得下来 20世纪80年代的时候 韩丁他继续追踪张庄的变迁 写下来更加令人深思的 深翻 深翻和软埋代表着完全不同的倾向 所以写小说 小说这东西反映的不仅仅是个文学指趣的问题 审美的问题 社会认识的问题 它有社会教育作用 它是社会变迁的情语表 代表的是政治的倾向 20世纪50年代 美国麦卡锡猖獗 那个时候 很多美国人 连爱因斯坦都被打到黑命道上去 韩丁曾经被美国政府迫害了16年 所以那段时间 他不能来中国 周恩来总理评价 这个 这个 韩春他哥哥韩丁 说他是中国人民 患难与共的老朋友 杨枣呢 他当然是韩丁的朋友 杨枣跟这个韩春怎么搞起对象呢 因为杨枣是韩丁的朋友 这就像 这哥俩很好 然后这边有个妹妹 这妹妹的 就看着这个大哥哥 然后后来就成了 他们都属于美国进步青年 作为韩丁的妹妹 韩春很早就认识杨枣 斯诺西行漫迹 红星照耀着中国 为他们打开了一个新世界 全新的世界 弱肉强食 赢者通吃的旧世界 让他们看到了这个世界的罪恶 他们怀疑这个世界 他们不满这个世界 但是作为一个进步青年 他们找不到出路 不知道怎么办 但是在另外一个世界上 在遥远的万里之遥的东方 在中国 他们看到了一个截然不同的新世界 所以 这使得他们都想往神话般的中国 中国革命 20世纪40年代 中国梦准确的说是中国人民革命的梦想 在最优秀的美国青年那儿战胜了美国梦 说来 韩丁呢 他是四五年 他最早来中国的 最早来中国的 然后他在重庆 见到了重庆谈判的毛主席 就是那个时候 在重庆晚报上 毛主席那首诗发表 波国风光 千里冰封 万里雪飘 属风流人物 还肯尽造 韩丁被毛主席的魅力佩服的五体投地 毛主席的魅力实在是太大了 在讲管区那是一片一片的这个热辣的钦佩的目光 还有呢 暴风雨般的掌声 韩丁后来形容 他说 见到毛泽东啊 像是在黑夜当中 看到了一支支熊熊燃烧的火炬 所以他回到美国之后 他逢人必谈毛泽东 杨枣就是在韩丁的影响之下 决心来到中国的 27岁的杨枣 他是美国康奈尔大学的畜牧专业 知道吗 李登辉也哪毕业呢 康奈尔大学畜牧专业 然后他正在稳稳的接近自己的梦想 干嘛呢 那时候他想弄一个自己的农场 饲养自己的奶牛 可是在美国办农场饲养奶牛 然后呢 实现美国梦盒 看了爱德加斯诺的那个细情漫迹之后 中国的遥远的东方的中国革命的魅力 杨枣就做了一个 那时候美国人简直不可顺向的决定 卖了自己的奶牛 上路 到中国去 辗转到了延安 在延安 他见到了传说中的新世界 他说 延安看到的新世界 比传说的还要美好 那时候他所描写的延安 质朴 清新 脚踏实地 充满希望 完全是创世纪的感觉 读过圣经的人 美国是基督教立国的 所以他说 延安那种创世纪的感觉 给他的震撼 一切都不重要 创造新世界才是重要的 他新潮澎湃 延安的时候 那种亲切的 平等的 同志式的人际关系 建立在真诚 友谊之上的 要互助的 包括批评和自我批评 上级 可以批评下级 下级也可以批评上级 这让他钦佩不已 韩丁爱上了延安 在这个片子里边 这种记录 郭松明说看着太感动了 所以他决心留在新世界 但是后来不久 比如说胡宗南 延安老百姓 骂他们胡尔子 就大举进攻延安了 然后呢 延安这个胡宗南 试图摧毁这个新世界 战争的考验来了 杨早 这个时候 他决心和新世界共存亡 共进退 他这时候 他和农场的同志们 带了几十头奶牛 带着奶牛转 辗转 撤离 这也不是一个轻松的事了 白天摇动了隐蔽 躲避敌机轰炸 晚上行军 这牛跟人不一样 不管敌机如何凶险 他们都一无所知 继续慢条四里的 卖着方布啊 慢条四里卖着方布 吃着草 这个片子回忆说 有一次前面有一条冰河 奶牛就是不过去 追兵就要来了 大家都快急疯了 杨早这时候怎么办 杨早自己 帅先捶饭 自己穿着棉衣服 跳进冰河 带着奶牛 游过河去 身上全部都石头了 那当然上了岸之后 就被冻僵了 同志们 老乡 只好把他抬到附近的农舍 换下全部的湿衣服 才慢慢的恢复了直觉 这些故事都是 韩淳老人讲的 韩淳说到这的时候 他有些调皮的笑了 他说 我到延安之前呀 杨早已经经过了战争的考验 这次保卫延安之战 毛主席就两万多人 打败了胡宗南十倍以上的兵力 这让杨早佩服得五体投敌 杨早那时候就认为 中国革命的胜利毫无疑问 所以他下定决心 就留在中国了 美国奶牛梦 不做了 就不走了 要同中国人一起革命到底 你看看 这是个外国革命者 韩淳说 我是比杨早晚两年 1949年 见过之前才到达延安的 杨春老人说 他 他自己的故事 真是开始讲他自己的故事了 有的记者说 我是追随未婚夫杨早来到延安的 这不对 杨春非常认真的说 我和杨早已经有了很好的感情 这不错 但是他不是我的未婚夫 假如他不是在延安 而是在一个别的国家 或者别的什么地方 我是不会搬他去的 老太太说的时候 人不论多老 讲起初恋 讲起当年的青春岁月 他脸上绽放了一种光芒 幸福的辉光 革命的光芒 韩春说他跟杨早不同 他是出生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 妈妈是教育家 他自己对科学最感兴趣 所以在著名的威斯康星大学 威斯康星大学 他专攻物理 注意啊 杨早是物理学家 当时二战争在进行当中 美国政府集中研究什么东西 美国最厉害的武器 把日本人给占了那个武器 叫什么 韩春那个时候 已经是年轻的物理学家了 那么年轻 那么漂亮 女物理学家 韩春参加了一个工程 这个工程今天大大有名 叫什么工程 曼哈顿工程 大家想一想 知识分子的家庭 妈妈是著名教育家 他从小是学霸击的人物 天字聪颖 漂亮 威斯康星大学 学习物理专专业 然后他自己专业上造一非常深 走得越来越高 曼哈顿工程 只独当一面 女科学家造原子弹 顶尖不顶尖 美国梦的各种各样的元素 各种各样的要素 齐倍不齐倍 放在他的面前是什么 他都他都不用伸手去拿 一切都属于他 著名教授 甚至诺贝尔奖 甚至出将入相 我前几天我做了若干期 关于杨振宁 诞辰一百周年 百岁生日的节目 前两天我刚讲的 合作修院是希望杨振宁和李正道 在百岁人生晚 暮年的时候能够捐弃前嫌 我都谈到了一个事 那就是文明侠二的我们中国 当时还是中国国籍的李正道 杨振宁 他们获得那本奖的故事 大家知道不知道 杨振宁博士 当时是什么人 当时是韩春的一个害羞的 腼腆的聪明的小师弟 所以韩春什么地位 这一切他都放弃了 最新的杨振宁百年 百年就是百岁生日的时候 他还讲到过 他还讲到过一个事 这个事杨振宁是专门谈到的 他说当时回国法 有机会 他就问邓家仙 说中国研究原子弹 究竟有没有美国人帮忙 特别提到韩春 因为韩春是杨振宁的同事 卖韩春工程 韩春会造原子弹 谁都知道 但是韩春在中国 他没有参与造原子弹 邓家仙告诉他准确的消息是 所有的一切 除了最开始苏联有点很小的帮助之外 所有的一切都是中国人自己造的 没有外国人 所以才有那个著名的 那个感人的这个段子 杨振宁哭了 到厕所去 把脸洗了 回来 表现得如常人一样 那一心身处万丈波澜 这当然是另外一个故事 跟杨振宁 都不是平起平坐 杨振宁是他师弟 韩春为什么会放弃这一切到延安呢 为什么 郭宗明说 可以说是一个梦想的破灭 和另一个信仰的开始 回忆那天见韩春的情况 郭宗明说 当时韩春老人笑了 韩春说 回顾我所走过的路啊 从小学到研究所的生活 不能说不幸福 但是相比站在人民之中 与大家一起改造这个社会 用双手建立一个 没有人压迫人 没有人剥削人 美好而富有的新国家 原来的那种幸福 官是多么狭隘呀 韩春老人 他抱定的信念是这样 说有的人改造世界的目的 只是为了自己 但这种建筑在 大多数人痛苦之上的 这种幸福 不是真正的幸福 它终究会被历史消灭 好了 这期我先说到这 下期接着跟您讲 郭宗明南征北战 影视评论 次选集当中 讲到的杨枣和韩春的故事 感谢收看 再见